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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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知识 我没有什么高神奥庙的道理 对各位讲 我就希望 我们 所有的佛教族 年轻的 和壮年的 和老年的 佛教族 你最低限度 不要发脾气 所谓 才一火分 你一发脾气 星星之火 照去功德之灵 这个 无名火 你有脾气 这叫无名火 什么叫无名火 无名就是 糊涂火 就是糊涂 就是不明白 你不明白 再要一发火 就把你所有的工作 都烧去 知名一刀错 输了万番旗 宣化上人 在台事迹 台湾 是宣公上人 生前远行次数 最多的地方 宣化上人 是将正法佛教 传入西方世界的高僧 对佛教 有很大的贡献 旅美三十四年间 除了建立万佛圣城 法界圣城等 二十余座道场之外 还创办大学 中学 小学等教育机构 并且致力推动 翻译国经的大业 上人一生 为弘扬政法 教化众生 走遍 亚洲 美洲 欧洲 澳洲 也曾经来过台湾十二次 台湾 是宣公上人 生前远行次数 最多的地方 上人在台期间 更曾经绝职夺天 带众生担当业障 为台湾祈福 为台湾祈福回向 到2018年为止 上人已经元籍二十三年 但是 他老人家的教化 仍然留在台湾 仍然留在台湾 例如 台北法界佛教印经会 花莲弥陀圣寺 高雄六规法界圣寺等 都是上人坐下的道场 也是上人当年拨下的种子 持续在台湾生根成长 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 因为我们必须要活着才能修道 我们要死了就不能修道 活着是因为吃饭而活着 但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绝对不是为吃饭 为的是什么呢 要为的 有功于世 有德于民 有利于全人类 他们能这样子 他们这个生命呢 才有意义 第一章 新灯永明 即1974 1975年 《宣化上人台湾红法》 《红法纪实》 1974年 因缘特殊 《宣公上人》前后四次来到台湾 年初 《宣公上人》借返港之辩 于2月1号先行来到台湾 预备10天后到香港 这是上人第一次回到台湾 因善信诚心情法 上人2月26号再度回到台湾 将《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时间约两个星期 当年冬 上人率领早期三步一拜的两位美籍弟子 横距 横游 再度来到亚洲 在台湾 香港 泰国 印度 西兰 新加坡 越南 日本各地红法访问 期间除了在各地寺院 道场 大学 讲法外 并在香港主持一个福期 这一次上人还是先回到台湾 这是第三次返台 时间是在11月份 第四次是在12月底到1975年1月14号 当时上人应台湾善信请求讲解 《华严经》 《尽行品》即《楞严经》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并讲开示 豁达归衣 随缘教化众生 在台期间 上人主要助席至连经社 这个经社是曹永德居师造的 曹氏夫妇虔诚信佛 造了一个可容120多人的佛堂 常常请法师来讲经 当时 有很多知名人士来亲近或归衣上人 如 渝滨书记主教 抗日将军李延武 名作家 谢兵营教授 大专博学社创办人 周宣德老居士 张广恩教授 张广恩教授夫妇等等 第一次来台时 一天 上人去日月坛玄藏寺 参拜玄藏大师的灵骨 回城 经过参与法师 住持的联姻寺 在那儿给大专学生七八十人 讲了大约二十多分钟的开示 之后到台中国教联社 受到李延南老居士等人热烈欢迎 在那儿吃中饭 也给好像军队似的学生说法 当时上人说 台湾对学生的训练都很好的 很有规矩的 素式的老同餐 在台期间 上人专程到成天寺 去拜访广千老和尚 广千老和尚 一生醒苦恨 是台湾著名的水果和尚 虽然不认字 却是个有道的高僧 宣公上人曾说 广老住世时 有股紫气祥云笼罩台湾 台湾因此得以安定 此行 上人多次到成天寺 去拜访广千老和尚 这一次很值得纪念的 我见了一位正出国的人 不会说好 不会怎么样子来教化众生 他就用他这个一个样子来影响人 在我没去的前一天 他就告诉他的徒弟 要把那个道路都打扫干净了他 他说明天呢 有一个特别的人来 那么都要预备好了 那么 第二天呢 下的蒙蒙的雨 上山去见着他 见着他 他很高兴 讲话就好像忘形了似的 什么都忘了 就像那小孩子讲话似的 偷偷偷偷偷偷 就对他徒弟讲 说是啊 总是老同餐 好几世的老同餐了 我说好几世 究竟几世啊 他说好几世了 我说恐怕好几节了吧 我说你 你忘了 你自己要饿死 我给你送饭吃 你记得 哎哟哟哟 在金城这个人 在福建呢 住过山 有一次他饿了 饿得在山上修行 饿得不能动他 以后啊 就爬到那河边上去喝一点水 就吃点草干呢 树叶 水果之类的 这样子 他就没有死 有这个以后啊 他就 竟吃水果 所以台湾都知道他叫水果和尚 这次他对我讲 我也没有读过书 也不认多少字 我说那没有关系 六子大师还没有读书 不认字 称祖师 你好好用功修行 这可以的 我想要请他到美国来 他说他老了 但是他精神呢 随时都会来的 他说他 什么时候我叫他来 他都会来的 所以啊 这个水果和尚呢 还是有点意思 所行清静 才能得到圣果 1974年元月 上人第一次回到台湾 预备十天后到香港 那时住在智连经社 一开始没有人知道 五天后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临行前一天晚间 信众要求讲开示 听众大约有八九十人 讲完开示 大家都很诚心的 跪到上人面前请法 请上人再回台湾讲经 所以二月底 上人又回到台湾 讲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这年的12月28号 到1975年1月8号 上人再度应邀 在智连经社奖金 这次讲的是 华严经 净行品 行就是你所行的 静就是清净 就是要你所行的清净 才能得到圣 你如果所行不清净 这一定不能得到圣 那么这一品的文 当第十一品 在华严经 必定这个目标 要依法修行 人人要依这种方法去修行 人人都可以很快就成佛了 在这一次回到台湾来讲的净行品 我自己很惭愧 因为也没有变才 也没有什么学识 既没小国教 又没真正深入精脏 智慧入海 所以我讲的 都是很平凡的 就是 谁都明白的 这个道理 没有什么高谈阔论 来和各位谈 那么既然这样子 所有的人都会讲 都会说 不过有的呢 咱们愿意常常入定 在定中来说法 那么 我虽然讲经讲不好 但是和各位都有一些个法源 这个法源是很深 不是一生一世 那么今天 又应该在这 结这么一个法的谷 我 讲净行品期间 上人特别去看王晓明 他是台湾第一个 广受社会注目的植物人 看过之后 上人呼吁大家 诚心念大悲咒 或观世音菩萨圣号 回向给他 畅映楝言咒书 楝言经是正法的代表 而楝言咒是楝言经的主体 如果没有楝言咒 就不应该有楝言经 续法大师是一代华言宗将 详细解释楝言咒的毅理 独步古今 1936年 宣公上人获得楝言咒书单行本 得未曾有 时时刻刻研究 或亏得秘境 1974年春 上人在讲解 虎贤菩萨行愿品时 展示这本将近绝版的咒书 当时 致连经社主持人曹永德 曹金汇芬两位居士 发愿祝印流通 上人随喜赞叹 希望正法九柱 邪说勇习 人人手编一书 同入就近坚固大地 1979年至1987年 上人随书解咒 讲解 愣言咒 书具季节 天主教里的佛教徒 于滨是天主教会书记 台湾福人大学校长 1975年1月8日 上人应余滨书记主教之请 到佛人大学为学生开示 鼓励年轻人 把握黄金时代 将来为世界人类 某幸福 这是我今天叫做很欢喜的见识 尤其我对青年人更非常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是青年人 人人都有份的 未来世界的主人们 都是现在的青年人 对 现在的青年人 日本人 所以 那么青年人 在这个黄金的时代 来消息 将来为世界人类 服务的工具 本钱 你想要 将来为世界人类 服务 为世界人类 多幸福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必须要 利用黄金的时代 不要把它捆过 尚人和余宾书基主教同是东北人 两人的家乡 相隔大约两小时的车程 尚人和余书基有许多共同的看法 尚人在讲进行品食提到 今天余宾书基主教 今天余宾书基主教 把这个被人牙子杀了 堕胎 这是人牙子 那小孩子刚生出来 好像以人的一个牙似的 把人的牙子杀了 这是残无人道 他说的很对 尚人曾鼓励余宾书基做一个天主教里的佛教徒 尚人做一个佛教里的天主教徒 尚人说 双方抛弃门户之间 世界上战争就没有了 余书基想了一想 欣然同意 心里一盏明灯点着了 东北抗日将军李延武 二十几岁就已经是少将了 1974年在台湾归衣上人 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上人 提到他在归衣时的特殊体验 信中说 当时看到自己心里 有一盏很光明的灯点着了 大悲心油然而生 欲念就消了 师父道座 此次延武在台北归衣 仰仗师父是不可思议之法力 极座顿悟心灯永明之义 又归衣后 心中悲念无端而生 一周之内不能忘怀 因由此念在心 其他欲念俱取 又此父悟悲能闽人 亦能治愈 回衣时 师父声作说法之计 延武当见师父 使而见菩萨像 使而见大将军像 二相显现不已 法旨亦屈身不已 使延武精诚凝聚 顿生心灯之物 事后问诸大德 对师父法相显现均如所示 唯延武一人见之 亦云信义 凡图李延武扣上 令靖书归衣时 顿悟新灯永明四字 由航空挂号记上 敬请四收存面 南下弘法 上人在台北讲解 进行品 中南部信众 文丰邀请上人 南下说法 上人节俭朴实 随缘安岁月 1975年1月8号 进行品讲解完毕 当天晚上搭夜车到南部弘法 本来信众预备买睡铺 方便上人在火车上过夜 上人不同意 表示师徒都是作单 不要多花钱买睡铺 于是上人1月9号 在高雄佛教堂开示 现代佛教新驱使 1月10号到12号 在嘉义讲解 大势至菩萨念佛原童章 1月12号 在清华山开示 念佛参禅的道理 并呼吁各国佛教应团结合作 大势至菩萨念佛原童章 不是叫大势至菩萨来念佛 是大势至菩萨现身说法 告诉你我一切众生 说是我就是由这个念佛的法门 得到的原童 如果你要是依照这种方法去修行 你也可以得到原童 他也可以得到原童 所有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原童 大势至菩萨说 在末法习一人修行 喊一得到 唯一念佛得度 大势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 西方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 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 所以提倡这个念佛法门 咱们念佛能念到一心不烂 得到念佛三昧 这要怎么样 首先要专一 你念资在资的 常常实名念佛 不是老和尚 上人曾经到台南市白河观子岭大仙寺第九代住持开餐老和尚的毛棚和他打击风 开餐老和尚是大仙寺重新祖师 一生不目虚荣 不贪名利 脚踏实地 艰苦卓绝 他兴建了宏伟的庙宇 但自己却在大仙寺东边的山腰 以岩石为顶 搭了一座简陋的小毛棚居住 1975年1月11日晚间 上人为台湾信众 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商时提到 大仙寺 还有很少的时间了 我讲一讲今天到大仙寺去见这个不是老和尚 是个年轻的和尚 这一位和尚是谁呢 就是这个开餐不是老和尚 我怎么叫他不是老和尚呢 我看他就愿意做工 虽然八十多岁了 身体还是那么健康 熟的肉啊 还没有瘦 没有瘦的皮包骨 熟的肉还很多 还有也很有力的 所以我对这位老和尚呢 印象我认我给他起个名字叫不是老和尚 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老 那么这一位老和尚很好玩的 可以说是有大智慧 见财无碍 关系打鸡风 关系当头棒鹤 他就说了一首祭送 这首祭送呢 他说的什么呢 我今天给大家念来听听 他说呀 水流平地本无生 地有高地而有生 大道无言周法界 因贪嗔痴而有争 然后他说出来了 他们就有人给写出来 然后我说 这个不是你说的 这个本来我早就知道的 我念给你听听 你都是在我这儿小的 我念给他听 他好像很惊奇的样子 等一等 那你早就会吗 我说当然早就会了 不然怎么会你一说我就记得呢 这样之后呢 我们两人谈话谈了很多 我我拎走啊 我在他所坐的那个椅子上坐一坐 在他朝床上要坐一坐 我说我不走了 你赶快走了 你不能在这儿住了 那么他说 哦 我可以在外边 我外边不准你住 哎 那么他也很好玩的 哎 我要走了三次 要回去三次 我说我就欢喜这个 你这个毛棚呢 是世界第一的 哎 不单世界第一 天上也没有 所以啊 这位我一定我要这个毛棚 你赶快走好了 那么我要欠他当 啊 他也不走 那么结果我走了 我说我再回来 我就把你小毛棚给烧了 我看你在什么地方住 啊 这是让我们今天呢 去吵了一架 但是也没有年走这个老婆 我想把他脸都没过去 我说你赶快把他没过去 不要在这儿住 这是今天呢 呃 一个 呃 一个经过 我请大家报告一下 上人和台湾的高僧大德打击风 听起来好像在说笑 但上人真心期盼 更多有成就的修行人 多多到海外弘扬正法 让全世界的众生 都有机会得到国法的利益 离苦得乐自在解脱 1975年1月12号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讲解文毕 是日晚上12点36分 上人搭夜快车赶到台北 准备前往日本 邀请单位鼓励听众半夜到火车站送行 上人再三拒绝 不劳师动众 宣公上人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拨下种子 教化众生 台湾的行程圆满后 相隔六年 上人在1981年第五次回到台湾 从北到南随顺因缘 教化众生 等众生 正之天 原鸡 阿錦 珊